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喵妹说电影 今天喵妹给大家分享一个关于校园潜规则的故事 女教师 1983年某天,一所位于杰克斯洛伐克的郊区小学 迎来了一位女教师达玛丽 开学第一课,她首先在台上自我介绍 接着开始点名,并要求学生说出父母的职业 达玛丽的目的是为了让学生们的父母能为自己服务 除了在学生家里免费领发 她还让家长帮自己修理灯饰 甚至让他们帮自己送面和炸肉排上门 如果能让达玛丽感到满意 她就会透露一些考试重点给家长 而家长们为了孩子的成绩只能一一顺从 达玛丽想让学生古丹卡的父亲帮自己送一块蛋糕到莫斯科 但古丹卡的父亲只是机上的一个小会计 跟介绍人员八个字打不着 而且偷运食物到苏联在当时是违法行为 为了自己的前途着想,古丹卡的父亲拒绝了 但提出有需要的话能载她到远郊的祖屋去 不过达玛丽找到了其他人帮忙送蛋糕 并且开始刁难古丹卡 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她不是一块读书的料 体操才是她的长处 想计诈只是运动和学习不能平衡的结果 同学们说着达玛丽的意思 甚至说古丹卡是个笨蛋 在饭堂打饭时 她还被羞辱智商低,应该排在最后 与此同时,班上另一位同学冰菲丽 已与同学发生争执而被达玛丽留校查看 皮人里,冰菲丽每天都跟着作为教练的父亲学摔跤 但自从新学期开始 冰爸爸发现儿子逐渐缺席训练 狠狠地用拳头教训了她一顿后 才发现错怪了冰菲丽 一切都是达玛丽从中作梗 让她去家里打扫卫生 事后冰爸爸假装帮达玛丽修理洗衣机 在运势威胁她不要再强迫学生们帮忙打扫房间 达玛丽却装作一副天真无害的样子 说对方自威胁她 但冰妈妈担心这样会影响冰菲丽的升学 她们没有知识 做着下层的工作已经很痛苦了 她不想自己的儿子将来也这样 另一边 古丹卡在巨大的同辈压力之下 在家里开免器自杀 幸亏她妈妈即使将她送往医院 才不至于隐命 无奈之下 古丹卡的爸妈决定帮女儿转学 而在校长的帮助下 他们联系班上同学的家长 开了一个民主表决会 决定要不要罢免达玛丽 由于达玛丽在莫斯科有关系 并且是学校的党主席 所以校长也没有权利将她免职 班上其实有一个备受 达玛丽照顾的学生李卡罗 因为她喜欢李卡罗的父亲 李爸爸曾是一位物理学家 但因妻子远走他国而被革职 并一直被监听 只能坐着擦窗户的工作 而面对达玛丽的种种暗示 李爸爸一概假装听不见 毕竟妻子对于她来说 可是神一样的存在 只要一提及 那浑浊的眼神 却会泛出闪耀的光芒 在上次民主表决会上 只有古丹卡 宾菲利和李卡罗等四人的家长 决定签署罢免文件 并且大家都不明白 为什么李爸爸要签署 其他有身份地位 或者给达玛丽好处 只是举手之劳的家长 甚至还怪达玛丽是一个好老师 会议的最后 校长用数据说明 达玛丽带的班级是全校升学率最低的 刚刚还在沉默或鉴定支持她的家长们 都开始有些动摇 达玛丽的至李爸爸签署了罢免文件 点夜上门质问 但最后还是选择原谅她 那天晚上 达玛丽回到家后 接到了李爸爸的电话 耳边传来的 却只有一声巨大的枪响 其他的家长为了孩子升学 又开始纷纷支持罢免达玛丽 时间不知过去了多久 达玛丽换上了一身新的装扮 出现在了新的班级上 在自我介绍完 她嘴里出来的 仍然是那句熟悉的台词 被点名的同学 请起立并大声介绍父母的职业 好吗 或许 比喜为虎作伤更可怕的是 是整个社会的承诺和助纣为虐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了 你的点赞和留言就是